大家都知道 现在国产品牌的车型 那个配置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底 就如果说你没有某些某些配置 然后可能都不太拿得出手 而且很多车企在新车上市的时候 都宣称 我们这辆车 这些配置是针对驾驶员 或者说这些配置是针对副驾驶 但是呢你们发现没有 针对孩子的配置却很少 那今天呢就带你们去看一款 专门适合带孩的车型 是什么车呢 就是它 那就是我旁边的这辆 拿铁DHT PHEV车型 这辆车呢 它的售价是22.9万到26.3万 其实说实话 相比于它的普通版本 不插电的DHT车型来说 它的价格确实有些贵 要知道拿铁的DHT版本 也就是那个不插电的版本呢 它的价格也才178万 对吧 一插电之后啊 这个价格就涨上去了 但是如果你拿它和这个价位中的 其他国产品牌的插混车型相比呢 其实它的价格 我觉得算是一个主流的价格吧 那么今天呢 我就带你们来聊聊 这辆车的驾驶和它的配置 看看这辆车针对小朋友啊 推出了哪些配置 能让你的孩子远离丧父是带娃的 痛苦 好 我们首先呢把这辆拿铁DHT PHEV开起来 这辆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数据了 因为数据呢满往都是 而且我觉得对于这种插混车型来说 其实你说数据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有电池 又有发动机的车型 对吧 你动力不会很差 续航呢 这辆车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84公里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呢 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 然后今天因为我们试驾这个车 拿到车的时候 它的电量已经是只有一半了 然后油量呢也只有一半 所以对于它的油耗和电耗呢 我们不进行一个评测 我主要是跟你们聊聊 我对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第一就是这辆车的刹车 我在整个今天的道路试驾过程中 我觉得它的整个刹车偏软 你前段踩就是你就会觉得 这个车好像刹是可以刹得住 但是整个刹车就感觉非常的没有信心 然后你离前面车很近了之后 你需要大脚的去踩 它才可能会说去刹得住 所以整个刹车系统 你是需要去适应一下 它整个刹车脚感 还有就是它的刹车 车速相对较快 去使用刹车的时候 它的刹车 我不确定是ESP介入 还是什么情况 它的刹车会有那种 那种齿轮感 而且这辆车的极限并不高 它整个的ESP设定的逻辑是比较保守 我其实开的并不激烈 但是我刚才在山路上开那么一段 前面有车 我把它踩停了之后 它整个刹车系统同样出现了卡卡卡卡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双闪也打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ESP介入了 第二点就是它的悬挂 它的悬挂整体的这种舒适性确实是没有问题 而且相比于早年间位的产品像VV6 VV7这种产品来说 它底盘整个给你营造的这种质感已经好很多了 真的 但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提升的地方 因为它整个悬挂的设定是偏舒适性的调调 所以整体的悬挂感觉是偏软的 就不管你是在刹车的过程中 你把这辆车从行驶到刹停 你看像我现在我给你演示一下 刹停 刹停了之后整个车会有多余的晃动 应该是避震器比较软 所以弹簧会让整个车身晃 还有就是这辆车在过减速带的时候 或者说是比较大的勾卡的时候 整个有一些震动会传递到车内 当然隔音是比较好的 这一点是要承认的 最后来跟你们聊一下这辆车的动力 这辆车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 它因为是一个插混车型 因为有电机的加肉 所以说它整个动力是很强的 但这辆车我刚才身踩了几脚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并不敢把它开得太快 原因第一点就是它的整个动力非常强 你不管是运动模式下还是普通模式下 你只要是现在一脚下去 它的整个给你带来的这种推背感是比较强的 但是在运动模式下 它的那个推背感会更强 动力会来得更直接 这样会带来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我在运动模式下 每一脚去地板油踩它的时候 都会出现响胎的情况 这个响胎的情况不是说轮胎不好 它轮胎用了一个米歇尖的HOWRAY 就是注重经营省油的轮胎 只是说它的动力很强 已经突破了轮胎的抓地底线 加上它的整个方向盘 盘幅比较轻 即便是到了运动模式下的方向盘 也是比较轻的 所以这辆车我觉得它动力是很强 但是它给你营造的这种感觉就是 其实它并不想让你开得很快 因为第一开快了 可能它并不是一辆运动数据的车型 第二你还要照顾到全车人的感受 对吧 你如果开得太快 很激烈压实 车内的其他成员 你的老婆孩子肯定是会受不了的 当然啊 这辆车因为它是插混车型 它满电时候和现在溃电时候的 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满电动力来得非常直接 然后非常的暴躁 但是现在溃电的时候呢 动力来得就没有满电时候那么爽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它整个NVH的处理 就算现在是溃电的情况下 你在外面可以听到它发动机起机的那个声音 但你在车里面 第一不会感觉到发动机启动的那个突兀感 第二你不会感觉到发动机明显的噪音 好了 这就是我对这辆拿铁DHT PHEV的一些小小的感受 现在我们找一个厅厅把它开回去 跟你们聊聊这辆车的静态体 试驾了一圈回来 我跟你们聊聊这辆车静态的感受 首先我们还是先从驾驶员一侧开始 这辆车呢 它配的这个仪表盘并不大 这是整个魏骑驾车型 目前那种家族化设计不算是 我去店里面看不管是拿铁摩卡还是马基督 它们的仪表盘全是长这样 然后尺寸并不大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第一让你觉得这个仪表盘会显得比较精致 第二这个仪表盘它不会挡方向盘 你不管方向盘调整到高还是低 它都不会去挡你方向盘的这个视线 但美容不足的是什么呢 美容不足的是它的显示的这个数字 左边的这个油量显示很小 右边的电量显示的这个续航公里也很小 而且真的我的建议是你精致是没问题的 但是能不能把这个仪表盘尺寸做的大一点 如果说这辆车是一个年龄稍大的人去开 它的这个眼神可能不太好的话 这些数据可能看的并不是很直观 另外这辆车虽然配备了HUD抬头显示 但是这个抬头显示 我刚才在中控屏里面去设置了一下 暗光再大一点的话 可能也会就是对抬头显示的这个显示的清晰度 有一点影响 好了再来说方向盘 方向盘啊 盘幅延续了这个长城的一贯的这个作风 盘幅很大 然后你看上去呢 还是要比哈佛车型要稍微精致一点 只不过它方向盘上面的这些多功能按键 你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学习 所以它是有一定学习成本的 我的建议是你倒不如在这个方向盘上去标明一些中文啊 告诉大家哪个是哪个 不然你全是一些箭头和这个主页啊 返回啊这些 我们是懂 但是你换到一些可能对车辆不是那么熟悉的消费者的时候 他可能用这个多功能方向盘的学习时间 要比我们长得多啊 方向盘的右边是可以调节 仪表盘右边的这些显示啊 显示都有能耗啊 续航啊 之类的这些 显示 还是比较直观 那我的建议还是刚才说的那一点 就是把这些多功能按键标明的再清楚一点就更好了 好了 现在把目光移到中间吧 该讲这块中控屏吧 这块中控屏的显示没问题 然后它的这些反应速度啊也没问题 接着目光移动到下面的这个空调设置屏幕啊 这块屏幕其实它功能就是作业按摩 作业加热作业通风以及空调的选项 它这个屏幕呢用了一种内置模的那种屏幕 所以看上去它整个亮度并没有上面的这个预表盘量 会给你带来一种磨砂的质感 同时视觉上也会觉得它的这个清晰度可能没有中间这块屏幕好 接着来测试一下它的语音系统看看好不好用啊 脚背同学 我在呢 打开车窗 好的 关于开启车窗 驾驶车窗 小卫同学 来了 关闭车窗降低空调温度 暂不支持你的功能会持续更新 敬请期待 就你们也能看到啊它是支持单个语音的指令 如果你一次说两个指令它是不支持的 最后啊来跟你们聊聊这个车为什么是带孩神车 大家都知道之前理想L9它上市之后就是后排有个冰箱 它可以冰饮料然后也可以去温牛奶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都觉得它带孩一定非常好 但是这辆拿铁DHT PHEV它同样有这个功能这个背价你是可以去选择一些组件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加热功能 你拿个保温杯放在这里它就会给你的保温杯进行加热 然后这样你去喂奶的时候可以一直享受到 再来就是它中控屏里面有一个儿童模式 这个模式点开之后啊 这就进入了这个某某某宝贝啊 比如说这个范德彪宝贝的这个模式啊 你这个它这个名字呢是可以对根据你孩子的名字啊 比如说富贵比如说阿黄啊 这些名字你都是可以自己去调节 有意思的是它的这个生日啊 最大只支持到2002年 也就是说20岁啊 你坐在这个车上依然是一个儿童 不管你20岁30岁40岁 对于你的父母来说永远都是个孩子 所以这辆车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心的 下面呢就是可以选择乘坐座位 也可以选择副驾驶后方 可以选择补驾驶后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选项呢 因为这辆车它原厂的升级套件里面有一个原厂儿童座椅 那个儿童座椅支持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所以呢你的孩子坐在后排 它的这个舒适程度 我觉得是要比你前排更加舒适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你选择这个儿童模式之后 它的屏幕上会有个小孩的图标啊 就非常的有意思 另外就是很多孩子 尤其是丧父是带孩子的这拨人啊 就经常会把自己的孩子遗忘在车里 尤其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啊 如果说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爹或者不负责任的妈 你把孩子忘在了车里 那你的孩子严重的会危机生命 那么这辆车是怎么做的 这辆车它有一个车内监测功能 就是如果你下车了之后 你车里面如果有一个长宽高超过10立方厘米的东西 还在座椅上 那么它就会高级天窗会打开一个缝 给车里面进行换气通风 同时会给你的手机发送一个短信 去告诉你车里面有东西或者说有生命体温 让你去注意一下 最后来跟你们聊一下这款车吧 这款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车里面的这些配置啊 尤其是针对孩子的这些配置还是比较丰富 而且实际体验中也是可以用到的 那么这款车开起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这款车其实还是一个偏向舒适性 偏向家用的一款车型 尽管说它的动力很强 但是我坐进车里面之后我并不想开得很快啊 因为我要照顾到车内的所有成员 对吗 所以这辆车它整体的驾驶感受我觉得还是不错 至少我觉得相比于多年前魏的产品来说 已经提升了很多 尤其是在底盘方面 那么这辆车PHEV版本的拿铁DHT和普通的拿铁DHT怎么选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有车位且可以安装充电桩 或者说你公司楼下是有充电桩 你充电非常方便的情况下 那么我觉得你来购买这辆拿铁DHT的PHEV车型 是比较划算也是比较实用的 但是如果你充电很麻烦啊 比如说充电桩离你家有个一两公里这种 你每天晚上充电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等它充满电再回家的话 那这样我觉得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就去买一款拿铁的DHT车型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雷尸部书我们下期再见